所以现在以目前来看的话 民进党当然对于自己 目前党内的选情 他绝对有一定的程度的掌握了 但是呢身为党主席的 民进党的主席是蔡英文嘛 那蔡英文现在呢 就被大家质疑说 你到底是中华民国总统 还是民进党的总统啊 这个介大使 我们看到蔡英文坦白讲 最近呢情发脸书 猛发影片 拜托拜托 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 民进党的候选人们 而且呢你看他怎么讲 他这一篇就说 起码这票投给我 投给我推荐的候选人 特别还强调的就是 要把票投给民进党 就是投给蔡英文 好但是呢我们要来看一下 到底他发了多少篇 其实呢这只是 其中的一篇脸书而已 但是呢请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特别整理了 从11月19号到11月24号 也就是在选战倒数计时了 这几天当中呢 蔡英文其实他脸书上 他发了43篇 结果呢这里面满满的 全部都是支持2号 支持4号 支持5号 支持几号 到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 这都是他们的共通点 可是有一篇 是跟国政相关的 是跟APEC会议相关的 在哪里啊找了半天 这一篇啦 就是张忠谋在这儿 11月21号APEC经济领袖会议 终于有一篇是跟国政有相关的了 但其他不都是在催票 拜票 希望大家一定要票投民进党吗 真的好拼啊 杰大使 这个其实就反映蔡英文心中的惶恐啊 对他现在也没有心管别的事 虽然他头上戴了好几顶帽子 他要做这个做那个 而且他分清楚啊 这个是选举 你就在党主席的那个 你那个党 你的民进党主席那个网站发就好了 对不对 就不要在总统这个地方发 这要弄得很清楚啦 对不对 可是蔡英文的话 现在我觉得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慌张 所以才这样子做 而且像封的是到处去助选 然后所有事都丢掉了 所有事都丢了 就是选举 可是他说 我是在利用视察地方的行程吗 这个其实就是我该做的事啊 但是大家就质疑就说 你是在什么 你是在跑这个所谓的是公务 还是在跑选务的行程呢 这不是在荒废国政吗 没有人会相信啊 他就是在跑选务啊 因为他知道没有选务 这次没有赢他也没有国政 参与国政的机会了 他下台了啦 他会变成博押了 民进党都会都会把他 把他怎么讲 把他边缘化了 他在台湾的政局也边缘化 不过我觉得蔡英文这几次啊 这种宣传啊 又是用撕裂台湾社会 制造台湾社会对立啊 这种老的方法非常不适合 你如果你是今天你是在野党的话 你今天你的身份不同 什么叫支持民进党就支持台湾队 那你说台湾有个不台湾队吗 台湾有两个队 一个是台湾队 一个是非台湾队 那你什么意思 台湾人有两种吗 一种是台湾人 一种是非台湾人吗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一个他现在身份适合这样分裂台湾内部吗 那我们需要这种人还需要敌人干嘛 他的身份只能怎么讲 大家是都是都是台湾人 搞结果他搞出来 他支持他叫台湾队 那不知他叫什么 我就请他讲要讲清楚说明白啊 你的叫台湾队别人叫什么队 请问一下你别人叫什么队 那另外一方面他说支持 就投给民进党就投给我蔡英文 你蔡英文你有没有搞清楚啊 你还以为你是817啊 817那个数字 那是一个历史的偶然 那个时候有香港的这个 香港的送中事件 再加上国民党不争气 那时候内部自己搞出 两个候选人出来对打 对才有你817 所以你本来就没有搞不到817的 你加上你这几年倒行逆施 黑道 这些黑金政治完全浮上台面 然后你这个你又自以为 你的疫情搞得很好 搞了一个陈时中出来 你看陈时中走到哪里 人家本来什么道战 现在比中子都出来了 对他现在出来都不敢出来了 对不对 凯道的那个场地也不敢用了 你蔡英文你到底 你到底是不是生活在台湾这个空间 跟我们是不是在平行时空啊 你不要没选举一次就把台湾社会撕裂一次 对立一次 然后呢你要搞清楚 今天民进党选不好 就是因为你做不好 大家是在给你一个打一个分数 你就准备接受这个最后给你的一个 给你一个分数 然后呢 未来的两年台湾也因为你做得这么烂 会更乱 你要负所有的责任 那我要请教一下介大使 大使我们看到刚刚讲到陈时中嘛 所以陈时中是不是又因为这个到处被按道赞啊 比中指啊什么都有啦 还有这种怒呛高分被骂他 很多很多啦 那结果呢 你知道大家其实最有感的就是防疫 防疫陈时中真的觉得自己做得好吗 可是很多的民众去骂他 都说你真的有做得好吗 你有没有在挡疫苗啊还有万华真的不是这个破口啊 那当初你们指挥中心都怎么讲的呢 所以是不是到处这样被骂了被虚了 然后今天取消这个车子的扫街 然后甚至他就改一个行程去到哪里呢 去到教会接受牧师为他助导祈福 你看今天呢在那里唱着诗歌 是要求什么求心安的吗 我想就是说这个最后一天所有候选人 当然都是坐着那个敞篷车扫街啦 他还是防弹车啦 我记得他的车子特别豪华 显示民进党真的现在啊 可不是过去的啊 那个那个好炒创时候 现在要什么有什么 钱真的很多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为爱 那个爱爱大游行啊 我后来看了很多影片啊 我老天啊超豪华的 那个那个道具啊 还有那些参加的人啊 那个不是一两百万搞得出来的哦 那是数千万搞的一个游行哦 那有用吗 没有用 民进党的大家知道 民意如流水 你过去怎么做 今天民众就怎么对你 从来台湾没有一个候选人 像陈时中这样 老百姓看到他就比到战 比到最后比中止 这个我觉得在台湾的选举史上来 是唯一的一个 非常没有看过 你知道台湾人有一个特性 就是非常故意 非常厚道 厚道的 而且台湾人非常给人流余地的 这个是台湾的风气就是这样 民风就是这样 非常厚道的一群人 台湾人真的是非常厚道 我自己也参加过一些选举 我虽然跑到不同的这个 这些地方或者不同的市场 我可以感觉到 我握出那个手 对方他是不是蓝的还是绿的 可是从来没有说 会恶言相向 或者甚至让你感觉难看都懂 真的很少啦 我觉得在台湾 我自己亲自参与 我觉得台湾老百姓真的 超厚道超善良的 可是为什么有一个选举的 这个候选人会招致到 这么大的仇恨感 第一个真的就是他的防疫的问题 太多问题了 让老百姓积怨很深 而且他怎么能够 疫情还没有结束 他就把他的责任丢到一边 还写了一本书 那书表谁花的钱 说他防疫很成功 结果他走了以后 防疫有成功吗 到现在我们现在还在 台湾还在流行的 然后我们每天的死亡率 还有我们这个确诊 这个重症率 国际的评比都是倒数第三名 对不对 他交给那位王先生 对不对 有那个能力吗 而且他在的时候 这一些问题都没讲清楚 正好他选举 正好把他都讲清楚了 党疫苗 现在大家都知道他党疫苗 然后呢 害这个 这个栽赃给万华人 万华人基本上也是很讲义气 碰你这种 碰你这种 对万华这么样不友善的候选人 会给你 会心里会毫无芥蒂吗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最后 这个从来没有说 这个重要的选举候选人 最后一天他不扫接的 应该都是到处扫接 为什么 真的像刚刚郭文人讲的 真的他不能够再让这个 太多人看他比赞 我看了很多影片 很多人是从 从那个 从骑楼冲出来 跟他比赞 而且呢 不是一只手倒战 两只手倒战 是 一只不够 又用两只 我觉得 会提名他的话 就很清楚了 蔡英文为什么要提名他 蔡英文要不要负责 所以我觉得这些 这些就是说很多事情 你不拿出来事 你不晓得真的是这个情况 那这也显示说 民进党从蔡英文开始 事实上已经脱离群众 他们的想象 跟底层的人民的感觉 根本就脱节了 根本完全脱节了 所以今天有这个现象 我们也看到 折射出来 民进党在蔡英文的领导之下 真的是既骄傲又傲慢 又超级富有 你看他那个陈时中 办那个游行 在台北市办游行 你可以去找那个影片 他那个龙飞在天上 那些龙有多大 那一条龙要多少钱 然后全部下面穿的是什么 是那个埃及艳后 那个服装的一群人 那一套服装都是 都相当贵 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然后不是那些基普车 然后今天就是什么 哈雷车队 我老听 你如果说向人民展现 你过得这么好 你这么有钱 对不起 人民正生活在痛苦中 年轻人正赚不到钱中 你越这样做 人民越反对 你越富有 越好炫富的话 人民越讨厌你 所以呢 真的 我希望我们这些 受不了民进党的 这所有人 明天 今天把这一 明天一定要出来投票 就是要让下架 蔡英文 下架蔡英文所支持的 所有候选人 请上这个梦梦水 独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 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 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养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 帮助睡眠 睡前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 酸甜好喝